最初生蛇會變累 四肢酸乳無力甚至低消 症狀是其中一部分神經大會起水泡 香港大部分有98%的人已經出水泡 當年你大 某些情況之後免疫力下降 或者開始有慢性疾病影響免疫力 例如四、五、六十歲後有機會生蛇 例如在眼睛額頭的一部分 例如在身道中間一部分 會起密集的水泡 水泡又癢又痛 因為紅腫甚至低消 就算康復結膠後 仍然有神經腺痛 有些年紀越大的長者如果患蛇 他的痛會纏繞甚至去到一年 而他在眼睫膜的時候 例如那些膠埋得不好 甚至會影響視力 所以一般來說 五十歲以上的人生蛇機會高 如果他本身有慢性疾病 例如糖尿病 膽固醇高 曾經試過中風 例如腎病吃淚固醇 或者關節吃淚固醇 這些人比較高危 因為當他起水泡三天內接受治療 病發症和之後的神經線通明顯減少 所以我們有些抗病毒藥 針對過外性病毒 大狀拋診 有效地可以縮短痛苦的時間和減低病發症 例如他先水泡 但當時初期的痕癢 又不懂得去看醫生 因為手拋他 變成了皮破之後 細菌入侵 令他流膿 甚至有其他病發症 那就有機會流癌 山蛇其實在某些部分都比較高危 例如他在眼前 在眼這裏一部分 影響眼的結膜 如果他的痕癌形成得不好 是會影響視力的 例如他在腰上 令到他的呼吸會困難 所以本身慢性器管炎的人 變成病發肺炎的機會也高了 影響一邊一隻腳起沉 如果本身中了風 那邊又痛的話 影響行路 之前我們打疫苗 他們打一針 通常建議五十歲樓上的人 接種疫苗 但一針的保護量 只有七十多個百分比 現在有新一代的疫苗 就需要打兩針 但他可以有效地提高保護率 兩針相隔 大約是兩個月至六個月 其實小孩一出過水痘之後 年紀大都有機會生蛇 有些年輕人 例如考試前後有壓力 都會生蛇 但年輕人受算生蛇 病發症和康復後的神經線痛 沒有年紀大 那麼嚴重 但其實生蛇不只生一次 譬如他曾經 25歲生了一次 到50歲回生一次 機會都高過一個 以前未出過蛇的人 所以現在新一些的疫苗 可能未來18歲以上 已經可以接種